大家好,前一段时间呢,有关特斯拉会走还是会流 就是这个问题呢,大家都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我从分析马斯克这个人啊 跟他现在这种企业所处的这个状况呢 我认为他走的可能性比较大 特别是前几天啊,他还清了在美国的一笔7亿美元的贷款 他当时贷这个款的目的就是用于建设这个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 他当时呢,构想这个把上海这个超级工厂呢 建成一个海外的基地 就从他那生产的车呢,向海外去卖 当时有那样一个构想 但是经过这个上海车舰女车主闹事事件以后呢 这个马斯克的心思啊,我想他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个是他彻底看清了中共 这个家伙确底是坐视无底线 第二个呢,他对中国这个市场呢,也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大的信心了 最主要的话,他还是对中共的面目看清楚了 中共要搞你的时候,那是完全没有底线的 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女车主的这个车闹 完全就是在中共操控下,就是来搞他的 你听那个女车主的丈夫讲的那个话嘛 我们如果要坚定特斯拉汽车的这个技术故障 我们只有找能鉴定出刹车失灵的这个鉴定机构 我们才会信任这个鉴定机构 对不对,那么这个话翻译成白话就是 我们就是要鉴定 那么这个鉴定机构也一定会鉴定出这个刹车失灵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个鉴定 那这就完全是给流氓无下限的 而且马斯克这个人呢 他不光是这个赚钱啊 他确实还有点情怀 跟这个人生的目标的 你看他搞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跟人类未来有关的东西 包括他大力推的这个电动车 那么这个一旦起来以后 不光是对中国的电动车企业有冲击啊 对世界的传统汽车行业都会有冲击啊 他对这个用车的概念 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是整个能源结构都会有变化 对不对 以前这个能源呢 是依靠这种石油这种的 那么一旦成了电动车以后 那就开始依靠电力了 这个能源结构可能都会有调整 所以马斯克这个人啊 他不会盯着那个小力的 另外从他这个过往的经历来看 他曾经放弃了很多赚钱的项目 他觉得那些项目可能没什么意思 他就不弄了 就早早就把它卖掉了 他现在做的东西都是看起来挺科幻的 你比方说星链 还有这个火箭公司 对不对 都是一种很科幻的东西 在上一期我说他还清贷款 那个节目里头呢 有的人说呢 他是为了这个还清债务呀 不想给银行打工 那么我说呢 他可能不仅仅是那个 因为他不缺钱 他现在成了一个全世界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 比丰田都要高了几倍 所以他不会为了那一点钱吧 另外呢 我想呢就是马斯克这样的人啊 他是有情怀的人 那么他也是个有人格的人 他可能不会为了这一点利益 就是把自己的人格完全出卖给中国 我当时是这样分析的 那么现在的马斯克又有一个举动呢 更能证明他可能就是要放弃中国市场 路透社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啊 由于中美局势紧张 不确定因素偏大 特斯拉已暂停扩建上海工厂 并使其成为全球出口中心的计划 同时呢特斯拉现在已经打算限制中国产量 在全球生产中所占的比例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很多外媒呢也转发了这则消息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他不是因为这个而走的 你想想吧 他19年去的时候 那是川普跟中共闹得最凶的时候 外资撤离最严重的时候 他来了一个逆势而为 他去到上海建立了超级工厂 我想他不会因为这个来左右他的 那么我想马斯克这样一个人 是一个主观性非常强的东西 他不会被别人的这种意见所左右的 只有他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不好 或者他否定了这个东西 那你再让他弄 他也不会弄的 我觉得还是中共对特斯拉的打压 造成了这个结果 这个事情呢 外媒为什么报道呢 因为他是有因果关系的 因为这两天上海流拍了一块地 这块地呢 就是在特斯拉一期工厂的对面 本来是留给特斯拉做这个二期的 都是说好的嘛 今年搞一个土地招牌 然后特斯拉去补个牌 就等于说定向给特斯拉的 但是今年呢 特斯拉没有去拍这块地 这块地就留拍了 也没有别的工厂去 因为这是一个定向的地 可能这个资金也比较大吧 那么就没有别的企业去买 这块地就留拍了 那么这一点就证明了 特斯拉确实是不想在这个地方扩大生产 那么他将会以什么方式撤离中国呢 这个呢 现在还不太好说 是保留部分生产能力呢 还是完全走掉呢 现在猜想也比较大 很多外媒猜想呢 他可能会像三星那样子 就是一走 整个就走完了 再不跟你中共呢 有一点纠葛了 这是一种想法啊 当然也有人说呢 他可能会保持一个基本的生产力吧 去这个做中国市场 我怎么觉得这种做法呢 不符合这个马斯克的性格 国内有的人呀 说马斯克要走呀 都是非常高兴 就说呀 你走的刚好 这套东西留到这 我们华为一接手 直接从这就出华为电动车了 哎呀 他们真是把华为高看了几眼 为什么说马斯克呢 走的可能性非常大呢 因为我觉得中共也想赶马斯克走 这个事情 如果马斯克要留到这 必须是两个中间 有一个低头才能留下 现在我看呢 中共也想赶马斯克走 因为在这个5月12号 国家网信办呢 起草了一个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的 征求意见稿 这个规定所称重要数据 包括了以下六项 你们把这个六项一听 就知道中共呀 是想赶马斯克走 这个条件马斯克一定不能接受的 第一个呢 是军事管理区 国防科工等涉及国家机密的单位 县级以上党政机关等重要敏感区域的人流车流数据 二 高于国家公开发布的地图精度的测绘数据 第三 汽车充电网的运行数据 第四 道路上车辆类型 车辆流量等数据 第五包括人连声音车牌等车外音视频数据 第六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明确的其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数据 就是这六条一规定 可以说你特斯拉所有的数据 你就应该留在中国 他这个征求意见稿的第十二条 就明确的规定 这些数据呢 应当立法在中国境内存储 那么你需要向境外提供的你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那么这样的弄马斯克还搞什么呢 有什么搞头呢 对不对 你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向中共提供 可以说你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那么依照马斯克那种性格 我给你搞个屁呀 你不想让我在这弄 我本来就不想跟你合作了 我想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那一句 此处不留言 自有留言处就从中国走了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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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